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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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要來配我們第二顆的GT改造陀螺 配出來的結果呢 防禦力跟擊飛力都非常的高 你只要不要去撞牆壁的話 正常對戰幾乎都不可能爆炸 配出來就是這一顆 王牌阿修羅展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裡面的配置吧 GO 好那照慣例呢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配置呢為什麼我會這樣配喔 這樣我們先看晶片這個地方阿 這個龍的話呢是最一般的 好我們就先不看 我們看這兩個 這個齒橫呢戰神喔是最深的 但是啊他對於連續打擊來說 他的承受力並沒有這麼好喔 就雖然他很深 裝上大舉手也很緊 但是他還是一樣會有爆裂的可能 因為他只要隨便被撞一下 他第一格血比較淺 他第一格血是比較淺的 一定會先掉一格 所以不管怎麼撞都要靠這個來支撐 所以風險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的阿修羅呢 雖然他的齒橫錢 但是很多格喔 你只要搭配得好的話呢 他承受攻擊的能力啊 是非常強的喔 就這一顆配出來阿 裝上他幾乎都不會爆 好 所以呢我們就選擇阿修羅來當我們的晶片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我們王牌的盤 王牌的盤啊 擊飛能力也是很不錯喔 而且他的邊角喔 夠平均 沒有特別大的一個凹洞 不過現在啊 最強的擊飛力的其實是 這個戰神的這個盤 但是他有太多不穩定性喔 我們第一顆可以看到就是說他的穩定性比較沒有這麼高 所以我們這次是選擇我們王牌的盤來 那他呢盤是屬於外重心 所以八字鐵的選擇上阿 我們會選擇一個比較平均 然後可以帶動我們的外重心盤的八字鐵喔 那我們就不選我們的烈 因為烈阿他是一個偏重心的八字鐵 他會讓我們的這個盤呢 重心會變得比較不均勻 使用我們的烈 那我們就從我們的天跟斬呢來做挑選 那天的話呢他比較平均 四個點都是平均的一個配重 這樣的話呢會讓我們的盤比較平穩的做旋轉 但是呢他就不會去帶動我們的盤喔 去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就是會比較容易待在中間阿 撞到人家也會比較慢去做一個追擊的動作 所以呢我會選擇我們的斬 來放上去 利用這兩邊的一個離心力呢 來帶動那個盤面來去做攻擊的一個動作 好那接下來呢鐵與環的選擇阿就非常重要囉 對於齒橫前阿容易爆的一些結晶盤阿或是這個晶片 我們可以朝一些理論下去著手 就是你不要選擇太重或者是離心力太大的鐵跟環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喔 今天騎著馬上戰場 然後跟敵方的騎兵阿準備衝殺 兩方短兵相接的時候呢 你上面喔還在承受攻擊 然後馬因為太興奮就直直的往前跑了 然後你的腿阿 你的腿不夠力 去夾住下面的馬鞍 然後你就落馬了 好這就是你爆裂的由來 所以呢 在選擇那個我們的鐵的時候阿 我就不選擇離心力大的 所以我選擇了離心力小 又不會太重的內重心鐵實鐵 然後呢搭配我們有尾數的C環 那這個C環呢剛好又跟我們的結晶盤阿 又可以做一個搭配喔 來我裝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C環裝上去的時候阿 剛好又可以跟上面這個刃 做一個配對 做一個配對連結 所以呢我選擇C環來當他的環 好 那前面的配置呢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 對於易爆的陀螺阿 你軸心的選擇也可以選擇 比較能夠承受四面八方撞擊的軸心 那我們這次選擇呢 就是用歐軸跟AT軸 這兩顆 下去做比較 那實測很多場呢 我覺得歐軸的追擊效果 會比我們的AT軸還要好很多 所以我們選擇歐軸來當配置 那你如果真的沒有歐軸的話呢 選擇AT軸也是可以的喔 好 所以呢我們的配置就是這樣子 王牌阿修羅斬 然後搭配石鐵C環 跟歐軸 然後這邊也很剛好的是呢 剛好都是綠色的 剛好跟阿修羅的晶片是一體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這顆陀螺有多防暴吧 我們來進入我們的實戰篇 GO 我們這一場對上超Z勇士 BL鐵PW走 接下來對上天空騎士 BL鐵PW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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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 放入鍋盤 接下來對上梅杜沙0PAT9 超地巨神 接下來就是超地巨神 同樣的右迴拳 對上梅杜沙0PA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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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梅杜沙0PAT7 接下來對上梅杜沙0PAT9 爲壇 экспер 接下來這盪完美鳳凰 Omega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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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5分钟 先來對上我們的超絕戰神 壁鐵 壁壁斗 壁大壁 壁大壁 壁塗 壁壁 壁壁 壁 neighbour 壁壁 好 那以上實測完之後呢 你有沒有覺得這顆打右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顆陀螺啊 那我沒有測左迴旋呢 是因為這個陀螺 打不贏左迴旋 除非你真的很幸運把它敲出去 但是機率真的太小了 它的這個盤面啊 對左迴旋來說是很好吸的一個盤 所以你要怎麼打贏它就是只能用敲飛的 不然你跟它慢慢耗絕對贏不了左迴旋的陀螺 所以這顆是專屬殺右迴旋的陀螺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letters 看一下 或許 もう